今天來開相望好朋友的品牌 那C2TOO 它確實東西很多也都還不錯 但是都沒有就是真的拍影片分享過 就是在可能instagram或者是在我臉書穿搭的時候 有分享穿到也蠻常會有人問到 這次呢真的就是不小心打破太多了 那就來拍一下影片吧 這個藍色系不是會的這個襯衫 我覺得這樣還蠻有特色的 忍不住就說趕快給我來一件 塞一邊在旁邊的感覺就是會很輕鬆 然後也有不同的特色感 可是這件褲子不是他們家的 但是就是我有看中他們一條牛仔褲 立刻說我要 欸這長度還不錯呢 基本上長度如果這樣子穿起來 會覺得好像還是不太夠的感覺 因為我身高170 可能要穿個平底鞋 開叉的感覺我是覺得還不錯 我覺得這包包真的超好看的 風情包 超怕你大家都大其他的有沒有 其他級數我也看到 手握這個地方還算是蠻有質感的 然後你要手握或是杯子都好看 你知道外國名模啊 中藥場合都會這樣穿衣服 他們是裡面不穿胸罩然後這樣子拍大照 然後又穿個西裝褲子之類的 我裡面穿胸罩就不上道了 還脫了嗎 沒有沒有 我沒有想要走路線不一直搭 這兩盒在一起也很好看耶 可惜這件褲子不夠長 其實我之前也有先穿出去 這件褲子可惜的就是怕比較容易皺 你在外面用酒有沒有 你回去隨便亂丟什麼的 它絕對皺 皺到一個不堪 所以請你把它吊起來 但是它就是很舒服 這邊是鬆緊的 所以我把它往下拉一點 它看起來比較強一點 好這個紅色上衣我覺得真的很好看 這樣還蠻可愛的耶 然後之前我轉去過禮的照片 夏天真的還蠻需要這種薄的罩膳 我前面自己綁 但我懶得綁 我都直接這樣跑上去 就可以這樣子稍微弄下來 然後這邊稍微綁緊一點 就看自己的喜好 我覺得這個還蠻不錯的 就是很夏天很可愛的那種 短上衣短T恤的感覺 有點這樣子開叉的感覺 就是稍微有點圓領 然後加一點點的V 我覺得這蠻可愛的 下面也是看你有沒有要打開 當時跟漢娜一起參加婚禮的時候 她穿這件 我就立刻跟她講說 不要 這件我要 好 我穿有點短 而且這樣看起來很像水褲 如果拉下來一點 那我可能上衣就要穿長一點 她旁邊有開叉 這也是湯漿 褲子往下拉 然後這個插入到這邊的感覺 這件我穿起來 確實是比較像水褲 在家裡算舒服的感覺 我開這樣好一點 不要遮到這麼多 這樣子 這樣整體看起來應該就好多了 我再搭個包包 這樣整體看起來就不會就是 這麼像 睡褲 睡衣睡褲就是這兩面 也算是一個當道 硬要搭出了時尚感 痾 痾 痾背 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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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就是這樣 有點復古的紅色裙子 它的扣子是真的 所以可以看你喜好弄成這個樣子 你如果想要這樣一個個開一個一個 把它扣起來也是可以 但大家方便就有一個拉鍊這樣 有點時尚感的開妝 就是有一點女家女孩的感覺 但是就是意料 姐不是好惹的 打開一點就是這樣的感覺 後面就鬆緊 屁屁很修飾 長陽妝 很輕鬆 舒服又清涼的夏天感覺 我本來以為它是綁帶的 但是 它這邊是有個扣子交叉扣在這邊 然後到這邊才是有個綁帶 看來似乎不會很容易被掀開 布還蠻過來的 有時候坐下來有沒有 它就是也是會遮著的 內衣 你就是穿跟這個銅色系 或是那種黑色 我覺得就是搭這個也都很OK 前臂跟後臂的感覺都很美 提起徐自來 好像也很美對不對 還有氣質喔 好啦好啦真的很美 這件好像也有點類似 比較偏碎花的就忍不住想要選 這件腰就鬆緊帶 在腰最細的地方再往上提一點 自然的閃耀感 肩帶可以調整就是一個收服型的一種基本配備 這邊是有一個這樣子 然後再散狀 夏天lady的那種感覺吧 綁帶連身褲 變形成跨色 稍微有一點點卡髒的感覺 我覺得綁駁是蠻可愛的啦 但是這件呢就是綁兩邊用的 以高的女生來說 她這個剛好的位置 確實要拉稍微低一點 裡面就是要穿個平口的內衣 或者是new bra 她花色好看 但是我覺得她就是適合一般身高的人 或者是較小的女生 如果不完美的時候呢 你就要夾一些配件 她整體看起來就會好看 再搭個好看的包包 墨鏡就是一個氣勢的東西 忽略妳的褲子吧 忽略妳的褲子吧 但是因為這個花色 不會讓妳覺得妳卡當很明顯 所以這樣我其實也是可以接受的 她有幾個顏色 然後她的紫色跟黃色 我就覺得蠻可愛的 所以這樣一下 去看一下 可愛感的T恤就這樣 高的人是可以拿來這樣當褲子 穿出帥性感 就是拉到下面 超垮褲的 在鄉下訪問的時候就要這樣 居家的小床褲 這比我想的還要軟耶 非常舒服的那種 她有提吞的感覺 然後有小腹她也會幫妳稍微修飾 穿起來真的很舒服 這個髮系列很好 我喜歡 請趕快給我可可色 還有個黑色我也要好了 她們常常居家睡衣跟內搭衣系列的 就是一起的嘛 然後這次她們新的就是這兩件 無鋼圈的那種內衣系列 雖然她們都不是那種會很集中的 但是確實穿起來是非常舒服 然後也是稍微有一點效果 那這一個系列呢 有兩種喔 這個可以調肩帶 肩帶稍微比較細 布料就是滑滑的 絲滑布的感覺 這個就是可以讓妳直接穿在外面 然後可能外面再搭個罩衫什麼的 這個稍微比較多一點 就可以讓妳直接搭個高腰皮 她這件是有紋路的 有指紋的 布料比較扎實一點 彈性也還不錯 之前她們就有做內衣系列的 我個人是真的還蠻喜歡的 居家的話 就有些人她可能不想那麼深離 所以就是一個不害的感覺 以舒服為主 然後讓妳穿這個也可以很追性 比如說搭一個西裝外套 就可以出門的那種感覺 好 她這個就是 直接像是胸罩襯墊的感覺 但是她肩帶這個真的很細 她就不屬於是真的有支撐性的感覺 對 我沒有在意那些的話 穿這件確實就是還蠻舒服的 你繼續講 好 我現在換了一個就是 內衣外面再穿一個瓶口 我想要來搭這一套 她版身就是整個很不錯 裙子我覺得確實也是一個修飾 她後面是這個 蠻漂亮的那種裙子的感覺 這種衣服她確實就是會比較容易皺 但如果說你把它掛起來一陣子 她皺褶的感覺就沒有到這麼多 走路起來的話 這件當時看到就覺得太好看了啊 所以就是白色跟這個顏色 不要 上下身可能搭不同色系 或是我可能裡面 就會換了其他顏色來去搭配 不然現在農曆七月 這樣走出去有點 太白的時候就是有一些配件 上班時也把它拿來當成外罩衫 夏天就會想要配一些白色的裙子 這次打包的就是大部分都還蠻賴的 讓人家印象很深刻 因為她確實就是很好想出去 像外國人不得的傳達 都很喜歡這樣子 然後直接一直搖 然後直接搖 然後直接搖一搖 然後直接搖一搖 出去